你会参与双十一吗 我知道啊就是一个购物节嘛 双十一公棍节嘛 就什么就抢购物然后打折是吧 就打折打得很厉害的 你会在于双十一吗 基本上都不太会参与 我我从来没有购购物双十一 对没参与但我之前我听说 你会参与双十一吗 不是双十一的时候就是商家把这场的价格拉高了再打出吗 其实好像是差不多的 说真的吗真的不会 对我来说无感但我想买的时候 双十一正好需要买我就会买了 就不会说因为他是双十一去买这个东西 我也想参与 但是因为越到这个时候越不知道自己想买些什么 所以说这个都是随缘的 会参与一点点还是会趁这个 有打折的情况下买一些东西 双十一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参与的 会是会但也不会买很多东西 其实之前都是会的 而且之前双十一我们都是在福州比赛 然后就是其实适应场地的那几天 然后就熬到十二点然后就开始拍 但现在双十一从十月二十五号好像 还是二十七号就开始了 对就是会更加就是疯狂一点 一直在购物 会这样是必须会 基本上会买一些吧 因为它好多基本上还是有一些优惠吧 然后基本上会啃一些日用品 双十一会买什么 想到什么买什么 然后平时想想双十一买的时候 结果都没有双十一出来 会买一些衣服 然后买一些什么吃的 然后锅啊这些东西 每年的需求是一样 今年呢可能就是 因为我的今年是一个人住在北京 是一个人住一个小房间 所以可能会买一些改造房间的东西 所以要更方便一点更温馨一点 我的话就想买一个香薰嘛 然后其他的也没什么 还有就是买点零食什么的 你买一些日用品吧 其实之前在北京的时候 就长期在北京的时候 买日用品是最多的 就是纸巾啊洗衣液啊那些 都是一箱一箱的困 但现在其实在北京 就是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很少 所以就不敢买太多 而且买太多我妈妈就说 你再买我我把你扔掉 会买一些之前会买一些日用品 需要的东西就买 就我不会浪费吧一般 一般会买点就是日用品啊 然后看看或者是 有没有想买的衣服之类的吧 对 反正现在是还没有就是 有具体想买什么 但是肯定是什么一些生活用品啊 包括一些数码产品啊 可能我会多关注一点吧 我像我这种就比较喜欢买衣服鞋子 因为我很喜欢买这种东西 你留几说十一的玩法吗 我不知道 不太了解 是不是很值 我那些好像都没有参与 但是我今年我是知道 有一个喂猫的一个活动 然后那天也是在房间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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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久 这种一般不会 就只会在那边买你 就这种盖楼的喂猫这个 但是我还真喂 但是我还真喂 但是不会每天去 去去去去去 说话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活动 那个我不知道 我只看威亚和李佳琪的直播 威亚点实在太厉害了 来三二一上练剧 好话听见就指几个字 听都没听过 这是在哪里玩 谁能教我一下 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喂猫盖楼 这是一点都不知道 我知道那个盖楼 但是去年是盖楼 今年是那个养猫喂猫 因为我也养了两三天了 现在已经凑了一块多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我真不知道 好尴尬 不知道 盖楼 你会看带货直播吗 我很少看这些直播买的东西 一般如果说是看直播的话 可能有些直播可能会比这些多一些 自己关注的我就在带货的时候 我会看一下 嗯会有会有看吧 就是一些卖衣服的呀什么 听过 我其实自己还蛮想的去尝试一下这个 我之前我知道那些直播的人 但是我没有看过 今年的狗车里有什么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用品吧 或者一些训练要用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没有我今年其实没有买 我就买了之前是11月1号到3号 它有什么满300减40 然后又什么五折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那种身体乳 买了食品 因为我居然我居肝 然后就是身体乳用的很多 还没来一起看 但有可能不会买 因为我在北京的衣服的新衣服 还太多了 再买就塞不下了 就是想买个音响买个耳机 然后生活用品买点纸买点洗衣液 然后买点吃的 最喜欢吃的嘛 看看什么糖啊 我最喜欢吃的 所以我就肯定吃了肯定是 还是要买要关注一下 买一些那些维生纸啊 洗衣液啊这些东西 或者买一些零食吧 基本上装的都是什么 洗面奶啊然后什么 服务品也会多些 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些 用的平时 平时用的一些 就是什么 反正生活上的东西会多些 这一次双十一我还啥都没买 啥也没加入后车 啥也没看的 对我 我 我要我要准备换了手机 因为我的手机 有一点反应有点迟钝 那双十一对你来说 普通 没有特别的怎么样 没有特别的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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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